溫馨提示 本期视频由华为赞助播出 今天要开箱的有三个产品 第一个呢就是这台一体机 华为Mate Station X 第二个是我左手边的打印机 华为PixLab X1 最后一个 也就是我手上这台笔记本电脑 准备 3 2 1 华为MateBook 13S 在研究了一会产品说明之后 我发现了这台打印机的三个实用功能 用手机先完成配网 打开华为P50 Pro的NFC连接 再打开手机中想要打印的文档 用手机背面清除打印机 手机上就会出现打印选项 确定后就可以把手机里的文档 直接给打印出来 然后是身份证快速打印 选择打印机上的ID打印功能 先后扫描身份证的正版面 就能自动打印出居中并且对齐的身份证 就两个字 实用 第三个是双面复印功能 和之前一样 只需要按一下打印机上的双面复印键 就能正版面扫描元件 完成双面复印 这次就一个字 闪 对于华为的这台打印机 我的个人感受是 它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操作很简单 然后配网很快速 最重要的事情是 它还是能够跟手机直接互联进行打印的 这个确实很方便 因为现在大多数人的办公都离不开手机 很多的文件都是在微信上面传来传去的 包括我有一些要签署的合同 有一些我要发给一些我的客户的脚本 其实都是通过微信传的 直接通过打印机和手机连接 这样打出来就真的可以在办公效率上提升很多很多 如你们所见 这一台笔记本电脑MateBook 13S屏幕是触摸屏的 我用华为P50 Pro清除一下这个笔记本 就能进入到多屏协同 在笔记本屏幕上可以操控手机 对我来说 最实用的功能是快速备份手机里的视频或照片 这样呢 我在用手机完成一天的拍摄之后 就能很方便地把素材给备份进电脑里 有时候我们的手机并不一定在身边 或者你用的并不是华为手机 没有多屏协同 那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台华为MateBook 13S可以使用手机上的APP 进入应用市场 在分类里看到移动应用一栏 这里能下载一些常用的手机APP 这样 在办公的时候 同时刷刷抖音就再也不是梦想了 在我的工作流程中 有时需要去外地取景拍摄 用这台笔记本 我可以一边再写成查机票 一边做预算 另外一边拆考小红书 一边写拍摄脚本 这样就解放了双手 不需要一边用手机看看资料 另一边再用电脑做记录了 对于这台华为的MateBook 13S呢 我就觉得它最大的创新就是 你感觉好像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融为了一体的感觉 当你离开自己手机的时候 它也可以使用移动的APP 然后整个的操作因为触摸屏的关系 它整个的操作都是跟手机上几乎是一样的手 是你的手上的刷抖音的向上滑动呀 其实跟用手机差不多 然后这样的好处就是 还是这句话 我们现代人的太多的生活 其实都已经离不开手机 就比如讲我在办公的时候 想要出去吃个午饭 想要用大众点评 我还要拿出手机来查 那有了这台笔记本电脑以后 就直接可以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的大众点评APP 就可以查询附近的美食 这里有一个点 7000rpm 当时全部都变成了 最后是这一台一体机 华为Mate Station X 它让我眼前一亮的自然是这块屏幕 有4K加的分辨率 98%的P3色域 以及10亿色的色深 500尼特峰值亮度 所以用它看电影很不错 顺便一提 音响效果也是可以的 以我的P50 Pro多屏协同之后 就好像可以在大屏幕上用手机一样 而且还能最多支持三个窗口同时打开 现在是四倍 还可以选择横屏 这样就便于浏览手机上面的照片 和用来播放手机上的视频 当我选中照片或者视频后 还能直接通过拖动的方式 把它导入电脑中 用于进行后续的调色 看到这里 我相信你们也已经发现 这台一体机也是触屏的哦 这样在多屏协同控制手机的时候 就会更顺畅一些 OK 以上是本期华为新品开箱的所有内容 感谢你们的观看 下期节目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